改裝車在夜晚橫行在機動市相關路段發出的噪音嚴重影響民眾安寧 市議員在議會質訊時要求警察局要持續加強取締 希望可以持續的加強取締改裝車 這個無論是市區或是各個區域都應該市民非常關心的議題 我們知道有基層的警員同仁其實都在跟我們抱怨說 都沒看到環保局在出動都是我們警察局的業務在做 但如果真的是這樣府內我們針對環保局跟警察局 針對這個改裝車輛噪音的問題有了具體分工的共識了嗎 還是要請我們的同仁還是就是加強的攔檢 因為你有攔檢一定會有一個嚇阻作用 讓這些喜歡聚集晚上不睡覺的然後有改裝車並不一樣給我 這些的車輛可以有效的嚇止他們 知道說這個地方有加強攔檢 市民朋友也是他們被吵著睡不著 他也是打電話給我們 那我們也是要接受陳情 那在這裡呢也要拜託我們警察同仁辛苦你們了 來幫忙取締這些業測標測組 我希望是不是年底能夠再編列一台 因為你如果沒有讓民眾這些改造機車組 或是這些改造汽車的這些民眾 你感受到說我們一個加強執法的這個力道 他還是這樣 是的 我是覺得不要說定時 定時他們會閃的時間 不定時的齁 就是說可以檢查他們的那個整個車子的噪音 因為老實說我住在安一路那地方 每天晚上幾乎都有車子呼吸而過 而且是蹦蹦蹦 我發現好像越來越多了 警察局長劉耀青答詢時則表示 雖然警方已經有派送交通隊四名人員受訓 取得噪音檢測相關證照 執行改裝車噪音取締情況成效也不錯 但是因為目前環保局只有一套噪音檢測設備 因此希望環保局可以再增添一套設備 協助警方機動性使用 那因為受限於監理跟環保人員 他上班的一個人數以及時間的限制 所以說我們就提出 由我們交通隊選訓的四位專職人員 受訓取得噪音檢測的證照 那以後他就可以來操作相關的噪音器 來執行機動的一個查查的工作 那這部分成效非常的好 我們從4月1號開始執勤 我們總共出勤了4次 那也取締了39件有關噪音違規的案件 那對我們噪音的取締有相當的幫助 那議員會說這個成立的狀態消息 只有執行到4次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剛才議員有講到 我們現在全基隆市只有一套噪音檢測的設備 那這套檢測設備目前在環保局 那如果要使用的時候 還要環保局來配合 所以說我們有建議 環保局再增購一套 來配置到警察裡來使用 來提高我們機動性 這個部位要跟議員特別的說明 可以特別的說明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由田蘭 放棄 bets 從 maken 小 shortcuts 跟